是JPG檔 還是DMG 所以你訓練完模型之後 你自己手寫 然後照相 還沒有 還沒有到前面那段 有前面那段幾層次 但是我們沒有用到前面 我是直接用它 就是 假如它這個 它的訓練模組裡面 不是有6000張照片 對對對 那你訓練出來的模組嗎 對 然後我就是輸入 假如說我用第8張照片 然後就輸入第8張照片 然後就會拿那張照片出來 就會輸入 或者是你自動訓練完之後 你用手寫 然後用手機照片 存成那樣的答案格子 可以 但是它就是變成你要 你要多一段那個照片的過程 就是你的照片 你的照片 手機照片 要再讀到這個照片 這種點還沒有 會很差嗎 好像 我那時候看 我那時候看 我印象中 沒有到 所以現在手機照相跨數會很多啊 對 可是它好像要 就是裝模式 微機 對 反正轉完之後 就是就可以用訓練的模型 去判斷它到底 觸出來是 左側的 左側的到 對 左側的到 OK 好 剛剛好耶 好 這樣 這樣 這樣好 我跟老師報一下meeting 那就是上次老師叫我改這些 我都有去改了 然後目前都丟到去run 然後 我主要是 主要是 主要是 把NAD的 DP券 把它 把它的potential 弄出來 那 呃 因為上 上次不是 上次我run的那個NAD 它的結構是 不穩定 就是它 會 各個 各個那種 BCC FCP FCP 在亂跳 然後 我後來找到 原因的 好像就是溫度的問題 你這樣很穩定啊 這是NPD嗎 對 這是NAD 對 然後 我後來發現 是 好像是這個 溫度的問題 它都不會再變 它都是維持在BCC 所以原本 訓練的模型就已經很準 對 因為 我後來發現 因為NAD的濃點 是 它是低溫材料 因為我比較一下 因為我鐵 NAD的濃點是97度 對 那 鐵的濃點是 1530 538度 所以我那時候做300K的時候 鐵 其實 還沒有打到它濃點 所以它其實是 很穩定 對 那 因為我自己也有測試 我這邊是用 10K的 溫度 我是用10K 然後 我也有測它用 300K的溫度 但 就很不穩定 這是300K的NPD 在NAD的部分 然後可以看到它結構上 它結構上的變化 它結構上的變化就是這樣 這是300K的 所以 所以可能就是 因為我後來看到 我就是 比較它的 就是溫度 我這做10K 這10K的 對 因為 我把它降到0.1以下 去做NPD 對 對對對 我目前找到的問題 應該是這個 因為我training出來 的曲線 是 是蠻好的 對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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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部分 都抽0.2 對 所以 最大 所以 蛤 重新在Rending 重新在Rending 對 有有 我有做DPL again 然後再做Standler 然後 它建議是 所以 鎖定的溫度是多好 讓你的溫度 我Rending的溫度是 就是照初始 好像是設300K以上 對 那我在想說 我現在已經 就是發現了 龍點的問題 我是要把它的 這個溫度 再把它降低 對啊 就是300 所以我這個可能 這Potential 它在重量 就是 把它從300K降 降到可能 90度以下 因為 我這邊看是 就是 DPL建議是 龍點的兩倍 龍點的兩倍 所以這個是要做到 200 200 度C 所以是多長K 200 度C 500K 500K 對 然後 如果這個可能 不太穩定 但是要加入平面 有沒有加平面 平面的還沒有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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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 加入那個 NAT的Initial裡面 然後一樣就是 拿最穩定的結構去做 對 做平面 然後你看一下 這個 NAT的平面 有幾種 呃 NAT的平面 就是它的方向 那些 對 OK OK 對 那目前應該是 應該就是溫度的問題 對 那我的 我四個元素裡面 好像 只有鐵 是高溫 其他都是低溫 就我自己看了一下 所以我其他的 嗯 我其他的溫度應該 是調的差不多 這樣子 然後我秀一下 它的 它的那個 NPT的 的奧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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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溫度都在10K左右 就是溫度上也是蠻穩定的 對對對 那一樣目前就是還在繼續try這個DV圈的部分 然後一樣也是照我是說就是 它頻率是設在200K 所以現在Label會比較多 對對對它現在Label都蠻多的 所以就要等 因為它一次都是200K在run 那你現在有多少 這邊嗎?就很多這樣子 那大家一直講 其他都還在等 我給你們看一下你那個MD奧長怎麼樣 然後是你說納德還是 你現在在排很多的 我現在在排很多的是 因為我這個是鐵了 我後來有重run的鐵 你現在看上去是不是每一個 每一個CFG都Label到 呃...這個是MD奧 你放大一點嗎? 放大一點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因為我對它設的標準 就是在我標準內的一定會被Label到 然後我設的標準是 0.04到0.36 所以我看一下它Label到的是 呃...這邊 再寫一下看一下 是每一個都Label到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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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4...6...8...10... 12... 因為... 因為你Label到的東西很靠近 比如說你其實只要選一題就好 2... 因為你20拿進去就重新learning的話 其實它就可以彌補它靠近它結構的誤差 對...它都沒...我這樣講完沒筆就會在Label到 對...那所以... 你看一下是因為這些結構是因為... 靠近大的那一方還是中間的 如果都是靠近... 幾乎都是靠近這個0.04的 因為它都是... 10的負荷次方 對 幾乎啦... 它只有這個... 有一個是10的一次方 幾個...幾個... 10的一次方 對...那所以... 你認為... 高...高的要不要再... 降低一下 是0.多少 0.36 我的高的是0.36 所以它這些... -1的... 也是都會... 做 0.36 所以... 低的呢? 低的是0.04 所以它這個... 0.09 多的就... 也是抓到的 然後0.06的抓到的 你剛剛怎麼看後面的很多都抓到了 對... 我...我這樣全部好像都抓到了 欸...沒有 我剛剛只抓到4000而已 看一下喔 有6... 沒有沒有...全都抓 它這邊有6000... 5000的... 都全都抓了 就是都在我範圍內了 對...那所以是... 是下界要再調高一點 然後上界要降低一點嗎? 可以... 可以... 因為我0.04的話... 應該... 要...要看...要看哪一卡嗎? MAX嗎? 那一個TALENT 就是... 你剛剛那個DATA裡面... 上面的HANDLE看... 哪一卡 倒數第三卡 就是... MAX 這個MAX DIMULATION 對...這一個 所以... 後面都被抓到了... 是... 像這個... 這個應該也是... 超過0.04 對... 這也是超過0.04 Potential 負荷四方 3.36 喔... 所以是0... 我是射0.04 下線 那所以... 那6000應該... 不應該被抓到... 欸... 這個...這個... 乘起來好像... 超過... 0.03 3.36 你是有0.04 那0.04 那0.03 應該不應該被抓到啊 那是... 那是... 我按計算機好像是... 會超過的 因為他... 那... 那剛剛LEBO有抓到這一名嗎? 6000 有有有 所以...沒有... 就是這個... 這是... 在0.0... 因為... 我按計算機好像... 這個會... 沒有...這個就是... 負荷四... 負荷四方嘛 所以是0.036 那... 那... 比較於你的... 下線0.04 那時候有人來說不會抓到啊 蛤... 所以... 你的下線是... 是多... 0.04啊 我...我開一下 你有沒有工人計算機 那個... 有介銷喔 他是... 補過的脂肪 這好像會有一些小物茶喔 我看一下喔 我是射0.04 然後... 3.36 1209 倒... 是這樣子 欸...總是他成出來好像是0.4 對... 因為... 好像是... 1... 1好像是... 有一些小數點 所以... 他好像不一定是10 對... 這人... 他人為什麼長得一模一樣 沒錯啊 乘出來是0.05 我一直以為1是10 沒有沒有... 他...他...他...他有一些小數點 喔...不是喔 對啊... 所以... 他...他這邊是0.45 所以... 他這邊也會抓到 1是... 10的負荷四方耶 不知道啊,因為,因為我成衷還是... 沒有,不是用那個E啦 還是...大大,大大,照我都是死的或是 真的嗎? 對啊,他,死沒有後的意識 對不對? 對 他可能會長一樣 他可能會長一樣 他可能會長一樣的話 他可能會長一樣的話 也不必你再拉上去 雖然你拉上去是什麼 我是意思嗎? 鋸密碼跟MAX碼竟然是一樣的數字 我看一跳 到底他這邊會有 假設 bung生 cryptocurrency 嘻 BHC Q frum 鋸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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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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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囂張 一樣 我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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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 有問題了 我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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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跑完的嗎 這個是跑完的嗎 這是DPL game 這已經跑完 這是正在跑 這是正在跑 那剛剛一樣的DPL 長不一樣嗎 剛剛大家看到是不是都長一樣 對 因為它好像有一樣 有不一樣 我看一下 這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不一樣 沒關係 博冰 那個上下界 上下界 你要看一下 如果你幾乎很靠近的 CMG都被Label 就表示你這上下界設的太寬重了 因為譬如說你CMG 200 400 600 700 照我來說 你應該只要Label一個 進去再Lending 你200 假設被選到了 他應該400 你說 200 400 600 你400抓進去Lending 應該Lending完之後 200跟600就會走 它的意義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設的太寬重 它200 400 600全部都抓進去 QE又重算 但是其實只要抓一個 它就會把 200跟600 不準的把它迷補過去 所以 所以如果你都被抓到了 你就要看一下 它的Max碼 是多少 我這邊是設 0.36跟0.0 對 我意思是 這個值你要看一下 如果抓太多 你就稍微把它 縮短一點 縮短一點 不要讓它 不要讓它差那麼多 對對對 你剛剛看 你剛剛 你說你設的0.4 但是6000被Label到 是哪一個 6000被Label到 是這一個 這 這個 對 這個就長得一模一樣 一點 對不對 對 這個就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結構是 比較特殊嗎 因為它這邊 剛剛忘記我點哪一個 因為它這邊沒有寫 它的PASS 好像找一下 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這一個 這是一樣的 然後我多一下哪一個結構 它是 127 1295 不是 那個 我比你看一下 單OB 走不就可以了嗎 不是有CLP 打 喔 OK OK 好 好 我先從這邊看一下它 127 1295 兩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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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FCC 所以系統是 兩顆的就會這樣 定數太少 是不是 我檢查一下 我檢查其他兩顆的 有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看一下這個鐵是幾顆 這是13的 因為我們看它們的名像 Bucks都是 比如說 16和3 那這個 因為它們還會做一些 Super Sale 那我看一下這個13 它的 它Label的MDL有沒有一樣 我看一下 13 這邊也是一樣 對 啊我 啊我 其他就 這邊就不一樣 呃 幾顆 多餘兩顆 多餘兩顆 這個就不一樣 我檢查一下 那表示我沒有找到一個Bug 我們的 雷卡不能 不能兩顆的 等一下 好笑喔 上次問就是不能一顆找到的嗎? 對不對? 這也是兩顆 多一下這兩顆他的MDR也是一樣 他這邊兩顆也是一樣 我檢查一下其他的 表示他這個MDR判斷無差的兩顆就不行了 所以Label不出來 應該是兩顆 嘿 你再確認一下 我現在要點看有沒有不一樣那些Case 我這個 然後我多一下他的 我多一下他的 他Orbitol是幾顆的 對他這邊4顆就不一樣了 他這邊4顆就不一樣了 對他這邊4顆就不一樣了 他這邊4顆就不一樣了 那所以都全部插彈都兩顆的嗎? 你也檢查一下吧 那這個是,這個是DP-Gen,或是DP-ND存在的BUG啦,讓我們知道了 那可以兩顆就要重蹈 好,OK 可是我兩顆有不一樣 那,來問一下,你跟我跟你們講說,討論一下,結論是如何 因為你一樣的話,你就沒有LEVEL的E啦 好,我這邊看一下 我們以後建立的模型都要大於4顆以上 對,兩顆一樣 也是一樣嗎 對 OK,好 對,那這樣DP-Gen就沒有意義了吧 因為MAX-MA跟MINI-MA都一樣的話 那怎麼LEVEL出來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啊 等一下,就要麻煩你 好,把系統辨識,好好,OK 那你再把它SUPER SALE 好 然後,那我報一下,TAPER 這個要3顆可以嗎 我不知道 你要去你看一下 好 那我報一下TAPER 那它 那這一篇,它是說它用了這個 這個射牽藍 的這個元素的墊 這是我們用的這一種 對對對,也是 也是DP-Gen 那,那它這個射牽藍 畫物的這一個 然後,它是用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不是要做一個PayPal 有沒有包含BORBIN這一片 BORBIN說是我們用的一家 就是,它是用B-B-Gen的 對 對 然後,它是用色纖染化物 它是一個無基的金屬 鋁化物的 蓋太礦 對 然後它,它是用做這個 太陽能電池的部分 嗯 那它這邊走到有做這個 這個RDF 然後 然後 Diffusion 然後MSD 要 XRDE 這些去判斷它 它們擬合出來的這個Potential 的穩定性 這樣子 那它們還有去比較這個結構 然後它的一個 I3 I3 EBI 那是I嗎 EBI CSDBI3 對,它是 呃 比例上是3 比例上是3 EB 然後這個I是點嗎 這個 這個是藍 藍 元素藍 藍 就是 有一個字牌的 對 它是那個藍 元素那個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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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就叫 這是在I 欸 是LA吧 那我看一下喔 還是 I 這是L 欸 藍 是LA 那這個I 還是 看一下喔 L 它 還開的是電嗎 電嗎 還軟 測一下喔 電嗎 還是電嗎 還是電嗎 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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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沒有 因為它是個元素耶 因為它 它這邊是 是 它這邊是有其中的這個元素 它這三個元素 對 所以這是點嗎 點 喔 OK OK 好 那火幣就要跟我們講重點 它的認定 當下界 然後 欸怎麼樣的結構 OK 那它這邊主要是它有用這個體心的 還有面心的 欸 對 去做一個研究這樣子 然後它 它一樣是用MSD 然後還有RDF 然後還有XRD 然後去做它的這個 配位數 看它文不一定 那 那它一樣是用DVGEN 然後 一樣也是用Exploration 然後 Label 還有Chaining 那它還有用 那它就是說 它們用這個結構 它的一個 SETA ABA BETA GAMMA Face 不同Face 下的一個結構 然後 它們有一段 它做Super Cell 1X1X1X2X2X3X3X3的Super Cell 那它們一樣是對它做這個Random的導動 隨機的導動 對它結構做導動 然後最後它Initial 準備出來是 820個 Initial 的結構 那它們的DVT是用這個Buff 然後 然後 這個結構能量的部分是用520個EV 那 它這邊是 還有做 做這個 調整PVD的部分 然後 平衡是做NVT還有NPT 那它的溫度的話是設50到1400K 然後壓力是1到10個KB 然後 它的這個離子的缺線 它的離子的缺線 它用各種不同離子缺線 然後 它的系統是135顆到8640顆的原子 然後溫度 是用這個 298K到1300K的部分 那它的這個缺線濃度有從0.32%到7.5% 然後這是在LAMS的部分 那它 這是它Training的流程 那 基本上跟我們都是 差不多的 那 這是它們擬合出來的一個 一個 結果 那它的 它們是說它們的RMSE 在 都是在 就是 都是差不多的 10.4 10.5 10.7 都是 差不多的 都比較粉紅維度的力量 差距 嗯 跟之前 哪一位 有去的報告 看一下喔 它是 它一樣是 這個 中國人 應該是中國人 對 華北大學 對 那上下階是多少 上下階 它 好像沒有介紹 就是 我 我從裡面看它就有介紹這些重點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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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它 因為它是說它的這個 RMSE在 都是 10點多 它們是說都是相當接近 然後 準度也都是蠻好的 這樣子 那 它們這個E圖跟F圖是 它們說 它們透過這個 DP Potential 跟各個 FARP的ARMD去做比較 那 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DP Potential的 用的時間上 它的效率是比較好的 是紅色線的部分 那 AMD需要算更多的時間 好 然後 F圖是 它拿這個Lina Jones的 Potential 跟DP Potential 會看 那以後就是 呃 雖然是DP Potential 10點多一點 但是其實不會多 都是差不多的 2跟0之間的差異 那 那 那 這邊的話是它們要比較這個 就是 一個系統如果越大的時候 它的這個穩定性會比較好 所以 它可以看到就是 在 呃 系統 隨著系統越大的時候 它的這個 MSD 都貼合 你要看到Diffusion 系統一樣夠大 所以才會準 對 所以可以看到在 呃 紫色線到綠色線 基本上都 它MSD都貼在一起 OK 其實它都還是不太 不太 一樣 那可以看到它在Diffusion 隨著原子素量越大的時候 才會穩定 對 它的Diffusion就穩定在一個值 然後它的一個 時間上也就是穩定在 呃 這個值上面 那 他們 正義做它的RSD 還有這個XRD 可以看到在 呃 比較低溫 前面的時候 它的 它所以有三個峰值 在RSD部分 然後在 呃 1200的時候看到它第三個峰值 開始逐漸沒有了 所以他們判斷在1200這邊 開始有一個不穩定的現象 然後它 它在拿 B圖跟C圖是 它拿 1200K 然後這邊是1300K 在不同時間下去看 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 0.25的時候 開始逐漸 它的第三個峰值 會慢慢的 會不見 那 他們在XRD 圖上面可以看到 實驗值的話 是這樣子 然後 溫度到1200K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距離的震盪 那在1200K跟1300K 它不同時間下 也可以看到 這樣的情況 那他們是說 在1200K 他們從這邊可以知道 說在1200K以上 它的這個 會變成 EMURFUS的 的FACE 這樣 的部分 這樣 那 呃 這邊的話 它 是 就是 因為他們是覺得 可能在1200K 1100度到1200度 之間 會 開始有這個EMURFUS 所以他們將它做細化 就是 每 每10K 去做它的一個MSD 那他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 這個 呃 1200 他們是從這件事發現 就是在這個 因為 1160K 是 還在這邊 然後1170K 就開始 MSD 就開始往上升 所以他們判斷是 1160K 以上 開始傳現EMURFUS FACE的部分 所以他們從這個 從這個 Diffusion 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 在這個 1160K之後 它的這個 這個Diffusion 然後它 TOTAL ENG 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 一個 上升的 一個現象 然後它再從他們 這個快照圖裡面 可以看到 呃 從0.24的時候 它開始有一些 局部的這個 這個 千跟這個 點 它們之間的 鍵 開始會有一些分 分開 那到1.9秒的時候 可以看到 就是已經產生斷裂了 它的這個 千跟 點之間的 這個鍵 產生斷裂了 那在 圖6 它們主要是 去看 在 這個 1200K下 它的一個 MSD圖 那它主要是 從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個 點的部分 可以看到 點它在 MSD是 比較大的 那 如果是 單元素來看 它如果MSD 越大 代表說 它的擴散數 就是它的這個 擴散係數 也從這邊 看起來也比較大 那它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初步判斷說 一開始產生 這個結構不穩定的 有可能是這個 點元素 對 然後從C圖可以看到 它才做這個 這個 分配 數 平均分配數 配位數 對 配位數 然後可以看到它在 這個 0.1 耐秒 的時候 開始 會變得比較分散 因為它配位數變得比較少 所以 可以從 這邊是它時間上 可以看到它的配位數 從哪個時候 開始不定 C圖跟M2圖 D圖是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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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邊 A圖 的話是說 這個 這個色元素 它在不同的 濃度下 它的一個 MSD圖 那可以看到就是 水濃度 因為它的 空缺濃度越高的時候 它的MSD圖 就是越大 那在 鉛的話 也是一樣的現象 那就是 這是 體芯的 Buck的材料 那在這個 點的 也是 然後從這個 空缺濃度越大的時候 它的這個 呃 MSD5的位移 溫度 會隨之下降 那這邊也是可以判斷出 它的空缺濃度越大的時候 它的這個 是比較 對 比較不穩定的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這是 平面的結構 它平面的結構 可以看到說 它的 在不同的濃度下 它的MSD圖 其實都是 呃 差不多的 可以從 ABC圖可以看到 跟它 體芯的是有些落差 然後 在 在它的這個 溫 這個 溫度跟 濃度這邊 也可以看到它的 沒有 它的變化會 沒有像上面那麼 直接的 明顯 這樣 對 那結論就是說 他們透過這個 DVDRAIN的這個 環境就做出來 然後再去看這個 這個 射牽點的這個材料 它的一個 的一個 穩定性 然後他們透過這個 ISD跟MSD 這些 方法去看 這樣子 對大家一直講